全球移民动向移民简报为您整理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移民简报 南华早报报道 中国百万富翁不断离开 现在外流可能比以往更具破坏性 根据今年的一项最新预测 中国将再次成为世界上 最大的百万富翁流失国 咨询公司Heneland Partners估计 中国大陆今年将失去 13500名高净职人士 这里的高净职人士定义为 可投资财富总额超过100万美元的人 其次是印度今年将流失6500人 英国排在第三位将失去3200名富裕人士 根据本周发布的2023年 Henry私人财富移民报告中的数据 去年中国失去了10800名高净职人士 其次是俄罗斯的8500名 和印度的7500名 而被认为对富人最有吸引力的国家中 澳大利亚占据了首位 预计2023年将有5200名高净职人士流入 其次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将吸引4500名富人 Heneland Partners表示 和过去10年一样中国继续因为移民而失去最多的百万富翁 财富情报公司新世界财富在报告中说 过去几年中国的总体财富增长一直在放缓 这意味着最近伴随着移民的资金外流 可能比以前更具有破坏性 为中国富人提供移民和海外置业服务的中介机构预计 2023年和2024年将是移民大年 许多移民客户表示 他们对中国疫情管制后的经济表现感到失望 并且对中国资产的价值感到担忧 广东一家移民中介表示 在以前的咨询案例中 大约每10个人中有1个最终会选择离开中国 但是现在这个比例已经上升到 每10个中有2个或3个比以前翻了一番 而移民咨询行业最近的竞争也更加激烈 欧洲仍然是中国富人的热门目的地 但是葡萄牙和爱尔兰等国家 正在终止他们的投资移民计划 而希腊则将其投资门槛提高了一倍 达到50万欧元 中介介绍欧洲的投资移民计划 仍然非常受欢迎 而中国的富人则把它当作是一张船票 他们的财富仍然集中在中国 现在办理移民是为了未来 万一局势恶化 他们还能有一个选择 来自新加坡和美国的技术移民机会 也受到有技术专长人士的欢迎 但是报告发现 今年美国在百万富翁移民中的受欢迎程度 明显低于疫情之前 部分原因可能是由于更高税收的危险 然而美国吸引的高净值人士 仍然多于美国流失的人数 预计2023年将净流入2100名富人 这与2019年的水平相比大幅下降 2019年美国净流入了10800名百万富翁 上个月另外一份财富报告也显示 中国的亿万富翁人口下降了11%至357人 而他们的财富总值减少了9.3% 降至1.3万亿美元 报告说低迷的经济增长 房地产市场的不景气和对科技行业的打压 都影响了中国资产的价值 另外南华早报报道 香港学校情况变得更糟 因为出生率下降和移民人数下降 导致关门迫在眉睫 上个月香港十几位家长就一所学校面临关闭 向香港教育部长请愿 香港黄大仙的富人小学 在新学年招到的一年级小学生 不足16人面临关门的风险 低于最低学生人数 意味着学校不再有资格获得政府补贴 也就意味着他将不得不关闭 或者与另一所学校合并 或者筹集大量资金来自己维持运作 香港在2017年出生的5.65万名儿童中 只有4.2万人 报名参加了今年的公立小学一年级 其中部分孩子 已经在近年的移民潮中离开了香港 教育工作者预计 更糟的情况还会继续出现 因为2018年以来出生的婴儿数量 在去年下降到了32500人的历史最低点 入学率下降打击了香港的学校 在2004年至2010年期间 有超过90所小学关闭 公立学校的数量则从2000年代初的600多所 下降到今年的456所 在香港 一所学校必须至少有16名学生 才有资格获得政府补贴 并且可以着手开办小学一年级的课程 除非他们选择自筹资金 而随着今年入学人数的急剧下降 香港政府于5月30日宣布 还将把每个班级的酌情录取名额减少一个 对学校放宽规定 这将有助于那些不太受欢迎的学校 但是代表教育部门的立法者表示 受到关闭威胁的学校确实没有选择 因为所有的选择都是四胡同 那些选择完全自费办学的人 必须证明银行有至少300万港元的存款 而且通过审查的希望很小 过去很少有自费学校能在这种审查中幸存下来 而合并就等于是倒闭 香港的校长们普遍认为鉴于人口数量的减少 未来会有更多的坏消息 悉尼先驱城邦报导 随着移民人口激增 澳洲每天增加1361人 根据澳大利亚统计局的数据 澳大利亚在2022年经历了创纪录的49.7万人口增长 进移民人数为38万7千人 其中13万4千6百人选择移居到新南威尔市 12万0500人移居到了维多利亚州 而5万8千人则移居了昆史兰 卫报报导 德州州长将移民送往洛杉矶 被谴责为卑鄙的行为 德克萨州州长阿伯特 本周因为将移民送往洛杉矶而受到批评 加利福尼亚州的倡导者报告说 在23小时的旅程当中 这些移民没有获得任何失误 移民权力组织者表示 这种做法涉及剥削以及残酷 去年有一辆开往费城的装有移民的公共汽车上 有一名10岁的女孩 因为脱水和发高烧而不得不住院 这引发了人们对是否适合用公共汽车 来运送移民的担忧 悉尼先驱城报报导 希腊宣布 为在移民海难中丧生的数百人 举行为期三天的哀悼 希腊政府宣布哀悼三天 因为有一艘移民船本周三沉没 照造成至少78人死亡 报告显示 有400至750人被迫挤在这艘沉没的渔船上 希腊当局表示 已经有104名幸存者被带上岸 但目前尚不清楚船上一共有多少人 联合国国际民组织表示 初步报告显示 船上可能多达400人 而欧洲救援机构则表示 这数字可能高达750人 以上就是本期移民简报的全部内容 更多全球最新资讯 可以关注六度简报网站 网址是六度brief.com 在上面大家可以订阅 各类符合你喜好的简报新闻 也有免费套餐 也有跟专业定制的付费套餐 供大家选择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下期节目